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船长这话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在股票市场 最害怕的就是股灾 对吧 股票涨涨跌跌 有时候赚 有时候赔 这没有什么 任何人都经得起 但是如果万一一旦出现股灾的情况 那是要人命的 对不对 现在这个地球上就有一个国家 他们的股市是股灾 你不要说老船长乱讲 看看中国大陆的股市 我这个节目录制的时间是下午 来这边录制 那么录股还没收盘 我刚刚瞄了一下即将破底 它只要跌破2882点就破底了 我早在去年我就讲 我说外资从中国的股票市场测出去 再加上现实面工厂 有没有也测出去 那你想嘛 那录股必须要怎么样大跌的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有没有这种现象 所以现在感觉起来我们的股市跟 中国的股市是天差地远 这也是合理的 因为我们没有发生这个外资逃到国外去 然后我们的工厂全部都撤到国外去 没有这种事情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情况 叫做选举前 那因为这一次的选举 很怎么样 很紧绷 讲快一点 这个没有开票 都不知道谁输谁赢 对不对 那哪一个当选 会对我们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也很难去预测 所以我上个礼拜就讲 股票市场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对不对 什么叫万一 万一就是不确定 是吧 股市确定的方向就很好做了吗 哪怕大跌 你手上的股票卖光 甚至你去放空 那放空我是不建议空股票 因为有些小股票 那个阻力硬嘎你 你还是死 你可以做空怎么样 台子旗 或是买buy put 选择权 对吧 做避险 那现在问题来了 今天是礼拜一嘛 对不对 台北股市 为什么这样一路跌下来 对不对 早上冲得好好的 其实这个上冲也是怎么样 也是反弹而已啦 因为上个礼拜这样子跌嘛 那么今天礼拜一 因为上个礼拜五 美国股市没有跌 所以呢 他试着要反弹 但是卖压很重 注意看 常常的上影线 为什么 我上个礼拜我就讲过了 这个礼拜是非常紧绷 股市最怕不确定性 所以很多的投资人 或是法人 会站在怎么样 卖方逢高 很合理 因为我们讲实在话 以前台北股市 也发生过什么大事 大家都很清楚 除非是你这几年 才来股票市场 对不对 有一次总统选举 阿扁了两颗子弹 对不对 一开盘选完 台子骑跌停板 开玩笑 我讲的都是真的 对不对 你连逃都逃不掉 那谁会想到 有两颗子弹的事情 对不对 那一年总统选举 也是很紧绷 对不对 最后票开出来 才差几万票 那今年也许 没有那时候那么紧绷 但是我看 也是网路上 也是讨论的沸沸腾腾 对不对 所以老船长建议 看好 你要怎么样 看我的测标 保守为宜 对不对 那路股即将破底 那老船长 我们选举跟这个 路股破底有什么关系 选举是政治面的影响 对台北股市 你听得懂 那么 路股的破底 是经济上的影响 你脑袋要清楚 明白吗 我们的选举当然就是影响 我们在政治面嘛 对不对 政治面不可控嘛 那经济面呢 就是路股的破底 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一个启示 那关我们屁事啊 他对不对 他跌他的 他破他的底啊 是不是 我告诉你还是有影响 因为呢 我们的贸易啊 对不对 对岸的顺差 每一年都金额非常的大 对不对 那中国大陆经济这么衰退 股市这样破底的情况之下 对我们的冲击 绝对是非常直接的 明白吗 只是说我们现在的体质 我节目一开始不就讲了吗 我们没有大量的工厂外移 是吧 我们也没有大量的外资外移 所以我们的体质比较好 我们现在还在17000多点 对不对 但是如果对岸一直跌 跌到2700 2600 甚至来到2300 2400 那你去想 对我们一定是有影响的 对不对 当然啦 经济的影响是比较长远的 那政治的影响 这个礼拜是影响怎么样 是不确定 但是选后我就不敢讲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政论节目 选后如果有什么插枪走火的话 那怎么办 所以我希望你讲快点 本周你要保守为夷 就选钱 其实还要观察一下选后 是不是整个盘稳定了 如果都没什么事 你再来怎么样 大举进场 再来怎么样 大买股票 这个OK 你不要听那些投顾老师 包括到今天 还在每天节目里面吹捧 哇这个盘怎么样 要大赚又大涨 那都害死人了 我讲真的 因为这些老师里面很多都是没有经历过 两颗子弹的事件 所以我很简单嘛 我就直接讲结果 我就是希望你们看我的节目的观众朋友 你们尽量要保守为夷 对不对 股票市场又不是说下个礼拜就不开了 或是二月就不开了 对不对 多的是机会嘛 你这个地方一定要怎么样 要小心 那如果万一不信 注意看 如果万一不信 这个盘往下这样大跌 因为现在所有的支撑线都跌破了 万一往下大跌 这边的支撑线 这里当然还有支撑线 但是距离比较远 懂不懂 这里近期的支撑线全部跌破的情况之下 如果往下跌的话 你经不经的起跌 你要问你自己 尤其是融资买的朋友 你不要开玩笑 你不要急在最近这几天 硬要买股票 万一大跌的时候怎么办 本来这个盘要往下跌不容易 但是就是因为 我们的选举要到了 这次选情特别的紧绷 不确定性 所以你看 直接怎么样灌破下来 今天就算反弹 也留了怎么样 很长的上影线 看到没有 表示有人在到货 如果不幸往下跌 你要小心 假设你手上的股票 我举例像这种 这种金利科 我很喜欢拿它做例子 因为这家公司 你看 好漂亮 整理完再往上走 对不对 我们时间拉远一点 真的很漂亮 600多摔死 600多摔到100摔死 如果从这边寄到这边的话 还跌破 跌破100 这个这会要人家的命 因为这是一家不赚钱的公司 听得懂吗 我那天就讲 我说你也不要去空它 它怎么样 它会要拉到什么地方 是随它高兴 这里只有6.9亿的股本 你不要骄傲撑 那我来空它好了 公司赚鸭蛋 老船长讲的 我就叫你不要去放空股票 你听不懂 它现在300多 它高兴做到400 500都可以 但是这种股票 一旦跌起来的时候 从6字头会跌到1字头 我没有乱讲话 这发生过的事情 谁敢否认 这发生过的事情 谁敢否认 我提醒你们 这样的股票 你千万不要去碰它 懂吗 另外一个 6462神盾也是一样 这家公司也是一样 最近股价有没有 很活泼 看到没有 那看清楚 早上套在这里的 为什么 看一下 这公司赚多少 赚鸭蛋 赚鸭蛋 股价收盘140块 公司赚鸭蛋 其实我很不喜欢看到台北股市 有很多这样的股票 包括这个 也是一样 这个已经剩70几块 有没有 这公司也是赚鸭蛋 我很不希望 我再讲一次 我很不喜欢 也不希望看到台北股市 有很多这样的股票 我希望是怎么样 大家来这个交易市场上市上跪 都是经过了严格的审核 你才能够上市上跪 尤其是上市 上跪还比上市容易 对不对 然后这些公司规模都不小 里面员工也很多 大家静静业业的 很努力的来经营公司 希望公司能够赚到钱 对不对 然后有股东也怎么样 大家很开心 而不是上市上跪之后 公司都没有赚到半毛钱赚鸭蛋 然后股价还可以一直往上涨 那这跟对岸中国大陆有什么差别 他们是腰股满天飞 对不对 跌下来都跌死人 他们腰股涨一百倍的 你知不知道 跌下来的时候谁倒霉 当然是中国大陆的股民倒霉 台北股市这些股票 都曾经这样大跌下来 谁倒霉 还不是你们这些观众倒霉 对不对 所以老船长是站在你们这边 还是站在你们的对立面 你好好想一想 导播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德投顾老穿账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德投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德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向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轨拘据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带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德投顾 洽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好 所以那一些股票 你们都不要去碰它 不要去玩它 不要心存侥幸 你看金利哥涨到600 我200 300买不是赚死了 对不对 你怎么不想 从600跌到100 那个绝对是你 100涨到600 那叫主力大赚 600跌到100 一定是散户全程参与 这就是股票市场 因为当他觉得说 我的货 对不对 出的差不多的时候 最后掉下来 就没有人再去互盘了 你听得懂吗 所以为什么投资人就说奇怪 这股票怎么又涨眼睛 我买了它就跌 我卖了它就涨 因为主力的控盘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尽量避开这些主力股 你在股票市场 你来是来投资的 你不是来投机的 现在全国的投顾节目 只有我一位听好 会在这个礼拜 我上个礼拜五就开始警告你们 要小心这个礼拜是不确定性 股市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 你千万不要怎么样 把资金放在主力股上面 这是第一个 那主力股跟大盘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 哇主力股最近很会涨 表示台北股市很好做 你就错了 台北股市真正的面貌长这样 长这样子 上个礼拜这样大跌下来 这又留长长的上影线今天 明天往下跌会摔死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看大盘的时候 要看什么样的股票来看大盘 你不能看主力股 傻瓜 猪脑袋 对不对 那我们看什么样的股票 比较符合台北股市的内涵 这一支叫做2454 联发科 159亿的股本 他不是两亿三亿吧 对不对 没有什么主力可以炒得动联发科的 你放心好了 对不对 那联发科他的涨跌 就是趋势说了算 台北股市的趋势 现在有没有很像他 满像的 他比台北股市再弱一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之前一路长多 那奇怪 这个长多结束了 很多投资人都没有发现 这个不是主力股 这叫联发科 所以你们有时候看股票 你要看一些重量级的股票 你才知道台北股市 现在有没有危机 对吧 联发科1000块钱以上 为什么这么多人还跑去买 就是因为大财经台大老师连线 涨的时候 每天讲这一天突破 联发科不得了了 对不对 要看多少 看2000是不是 然后就摔死了 现在没有人讲联发科了 全国只有我一个来讲联发科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你们有没有发现 那联发科为什么这样跌 公司有没有赚钱 我跟你看 有啊 当然有啊 很赚啊 对不对 前三季赚32 不好意思 去年赚74 一整年 应该说是2022年一整年赚74 2023年去年前三季只有赚32 换句话说2023跟2022比叫做大衰退 老船长 老船长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啊 你们一开始我的节目你没有在听嘛 入股在准备破底啊 联发科的晶片我们叫以前你们记不记得叫白牌啊 中国大陆都跟联发科买晶片啊 对不对 尤其老美又不卖它啊 是不是 这种核心的处理器 联发科不会输给全世界的一线大厂吧 所以就叫做白牌嘛 就卖给中国大陆嘛 但中国大陆现在怎么样 大家都不消费了 人家在通货膨胀 全世界只有他们在通货紧缩啊 所以中国大陆的经济叫怎么样 通缩啊 你懂吗 那很可怕 比通膨还要可怕 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再讲一次 外资出逃啦 工厂迁出去到什么印度到越南啦 那我问你啊 老百姓赚不到钱又不花钱的情况之下 你联发科的订单会不会少很多 当然会嘛 怎么不会少 对 EPS当然要往下降嘛 但是呢 因为它实在是一家太棒的公司 所以它还拥有它一定的水准在 懂吗 它不会像金利科那样子嘛 大家明白意思嘛 可是呢 还是涨过头啦 这边涨过头了嘛 涨到一千多去了嘛 修正嘛 对不对 那如果大盘修正 它一定会跟着修正 为什么 因为它跟大盘是息息相关的 它不是主力股 就像台积电 有没有 台积电也是啊 从这里掉下来啊 在这边的时候 很多人说台积电要看800的 记不记得 然后就掉下来了 这边我认为只是反弹啦 明白吗 而且这次大选 很紧绷 我只能暗示你们到这里 所以说 如果这个大盘到时候 跌下来的时候 跟大盘相关的股票 当然也会跌 那一些主力股 主力要跑的股票 如果连主力都跑不掉 跌停锁化 那会很惨 我再讲一次 之前有个 两颗子弹的枪击事件 股票跑都跑不掉 主力遇到这种就死定了 主力自己也会死在里面 各位懂意思吧 因为变得没有成交量 台积电啊 我跟你讲 就算大盘大跌好了 崩盘好了 台积电你也出得掉 台积电啊 你也是出得掉 像这种 你就出不掉 如果到时候没有买盘 就是跌停锁 你就出不掉 或者是神盾 或者是什么 或是这个6550 北极星药业 类似这样的股票 主力股你就出不掉 所以大家一定要怎么样 来到股票市场 你们看 我从来不带会员 买这些股票 因为我觉得 不出事没有关系 一旦出事的时候 没有办法跟会员交代 跌停锁卖不掉怎么办 对不对 但是很多投股老师他不管 对不对 死是死你们这些猪脑袋会员 我就到时候装作没有 我再喊新的股票就好了 因为他们有一种观念 我今天骗了一百万进来 哪怕七十万要退费 我还赚三十万 但是还会有新的猪脑袋上当 他们的想法是这样 你们懂了吗 老船长有没有可能收了 骗了一百万 然后一百万都退费 不会啦 你放心不会 我知道很多投资人都是怎么样 自认倒霉 所以他们也抓了投资人的 这样的心态 所以他们敢这么做 那当然这跟社会风气很有关系 台湾现在社会风气就是 诈骗的到处都是 这个也诈骗那个也诈骗 连投股业都是这样干 对不对 没有人管 所以说各位观众你们要自求多福 你看我的节目 全国只有我会告诉你 然后你跟我说老船长 你这个泼冷水 你跟我们唱反调 那你真的是猪脑袋 我是站在投资人这一边的 你要明则保身 那我问你你股票输死 输了钱政府会赔给你吗 会吗 不会啊老船长 那就对了嘛 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观众很奇怪 出事的时候到处要抗议 要叫政府出来主持公道 要怎么样 有个屁用 从以前到现在就没有赔过半毛钱 这样各位了解意思吧 那我们来做个总结 你呢就把手绑起来 你呢就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因为呢这一次的选举实在是非常的紧绷 可能只亚于319枪击事件的那一次选举 因为现在也搞不清楚谁会当选嘛 那越不确定那股市的那种 可能震荡就越大 而且是往下跌的 你们不确定所以一直长神经病 我就跟你讲白一点 比较容易跌啦听得懂吧 然后呢又在这样开票完之后 万一又有个什么的话 挖了又惨了 所以你把手绑起来 我呢坐在这边陪你们每一天 你就看我的节目 我还是会跟你讲很多的事情 你就听少做 多看少做 然后你就看看这个礼拜过去 对不对 投票出来结果 然后呢 你下个礼拜一开盘 好像没什么事情 也都OK 选举过了就过了嘛 大家都能接受 那个时候你再来怎么样 大买股票 你有差这几天吗 扣掉今天差4天 你4天不做会怎么样 老船长不做会死 那如果不做会死 那你就赶快做 因为我怕你买了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就是不要做就对了 你真的要做可以 你就买那个怎么样 很基优的股票 然后呢 最好是不要电子股好了 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电子股人太多了 要到时候要逃命的时候 就像电影院失火 踩踏踩踩死人 对不对 你就买那种怎么样 比较基优的传产股 这个我觉得是OK的 那至于电子股 加上这些主力股 公司根本没有赚钱的赚鸭蛋的 你不要听那些投雇老师 在那边归扯蛋 这些老师都是过去让台湾 投资人怎么样 葬身古海的老师 明白吗 他的会员都死光了 他自己一个人还活着 就是这种型的 明白吗 我希望社会的风气 未来能够越来越好 诈骗越来越少 然后这些投雇老师 都会得到法律的制裁 这样子对投资人 对你们来讲 才是真正的有保障 认同我的节目 你一定要怎么样 帮老船长按赞转发 对不对 然后我就陪你们过 这几天大家我们就看 是不是 那我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 你一定要听进去 而且要做到 因为我怕你万一受伤一次 你就钱都输光了 你没有办法翻身了 好不好 记得帮我按赞转发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 非期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